大家好 大家早上中晚上好 我是冷眼 那么现在的一个比特币价格是在26400多美金的水平 那这段时间的话 比特币一路是在27000附近进行震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但比特币仍旧是没有去走入阴霸呀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消息 但是一个好的消息的话 冷眼开设了一个铁粉社群 就是对大家关注冷眼那个频道这个福利是吧 你可以在我的铁粉社群里面免费去跟单一个月 前提的是你要去 在比特币的一个交易所里面进行一个注册 大家要用我的链接进行邀请你 注册这个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评论区下方的里 就可以去找到比特币的一个交易所的链接 用我的邀请码注册之后打开 点击链接之后你就可以跳转到页面 注册也要填写邀请码3HHC 然后 填写之后注册成功之后你入金开始交易 那超过1000美金就行了是吧 这是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去免费去跟单 跟冷眼的单子是吧 等会我会建这个群大家积极去参与 也是给到大家一些福利是吧 那现在的话 比特币的话现在是在26400多美金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吧 那前段时间的话其实这个Bitget的一个平台币是吧 BGP这个平台币啊我也是 给到大家很多的一些看法是吧 从之前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在这些位置抄底 比较低一些位置在这个 0.18付近抄底 目前的话仍然就是有一倍多的收益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是吧 那我是在我的持商成本是在这个0.11付近啊 所以说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去卖出这个 Bitget的一个平台币是吧 也就是刚才注册这个交易所这个 平台币啊 我是建议大家一直是持有的 所以说为什么一直叫大家进行买是吧 其实这段时间的话也是 从去年到现在的话也是上涨有一倍多的一个 情况最高的时候一倍半了是吧 那我现在的话是涨了四倍多 还是挺可以的 所以现在我建议大家去持有 因为的话他现在几升交易量的话还是比较高啊 而且合约的深度非常非常深啊 那之前的话 我也是用了 1718年开始用了 那用了现在的话 差不多六年 67年的时间 18年的时候 那时候 非常非常火热啊 是吧 所以这个牛市的一个推动啊 随后又进行了下一轮的一个情况啊 那现在到这一轮的话 他有可能会挤身这个一流的一个交易所 所以说不要去错过是吧 之前的话我在我的视频里面也是推广过那个 OK啊 币安是吧 大家也可以去 之前也是推广过 现在涨的都非常高了 那现在的话这个还是有 基础的一个空间啊 所以说为什么叫大家进行 去参与能眼的一个铁粉社群之后啊 可以去 一起使有 然后去 大家一起赚钱是吧 那 现在的话大家可以去 点击下方的一个链接注册之后啊 去赶紧去加入能眼的一个铁粉社群 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啊 去 回到一个比特币一个旁边上来 那比特币的一个价格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非常明显 从这个周线级别来看的话 他已经去 无限去接近 一个什么水平了 大家可以看到 他还是无限去接近 这个不耐中轨的一个位置的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线 无限去接近啊 所以现在的话 他准备去 处置到下方的位置的话 还是比较危险了是吧 那现在这种空间的话 他一旦去跌破这个下方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 25000这个水平啊 比特币存在一个空头的一个下探的一个可能性啊 会变得更大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他已经就是在这个 周线级别的一个上涨通道当中啊 是 完全没有去跌破了 说说长远来看的话 依旧是 一个上涨的一个虚势啊 但是从日线级别来看一下 日线级别的话 他已经无限去接近啊 下方的一个碰带下轨的位置 而且的话 他多次想要去测试上方这个 27000的水平 也就是这个碰带中轨的位置 并没有去成功 而且的话 这个均线的位置 一直是在28000 那多次去测试啊 都没有去成功啊 说说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有待去 考察因为的话 现在的话 短线来看的话 这个空头啊 就是占据优势啊 只要他 突破了上方这条均线以上啊 就28000以上的水平 才有机会 能够去 出现一些超级的一个反弹 但是一个好的优势就是下方的一个 双底的一个形态的话 MCD双底形态他已经逐渐去确立啊 那后市的话 肯定会是突破这个位置 所以说我们要等待在这一波 这一片区域啊 能够去布局一些多头在这位置出现一个反弹的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些 操作的一些思路啊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四小级别 四小级别的一个情况 那四小级别的话 更加的明显是吧 他的一个 重新的去 走出来啊 是吧 那四小级别 他的一个下降的 之前的一个趋势啊 非常非常明显了 在这些位置 表现出一个 颓势是吧 走出了一个下降的一个通道啊 那现在的话 也就是在这个下降通道当中啊 并不是战胜啊 一个军线的一个位置 布袋中轨也没有去突破 所以日线级别四小级别的话 人就是在布袋下轨的位置处于一个弱势啊 但是一个好消息就是 下方的位置的话 已经逐渐去穿射零轴啊 所以说我们等待这一波的话 在这个位置能否有一个 极限的一个反抽 极限的一个反抽 他插着来一个动能啊 就看他的动能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的话 他的一些 都是阴柱啊 是吧 这片 这段时间的话 这片都是阴柱啊 所以说很难去看到一些啊 比较大的一个阳线的出现了 也就是比特币萎靡这段时间的一个原因 而且加上啊这个 美联储啊 宣布了继续去加息啊 导致这一波 迟迟不能去上攻啊 但是的话已经经历了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我们随着时间那个时间换空间啊 他会去慢慢去消化所有的一个单纸啊 那在这个位置这片区域的话 多空已经实行了一个增值的一个情况 而且他长久的在这个位置 出现一个 盘区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明啊多空在这个位置 你啊 大家 互不相样啊在这个位置 迟早要分居一个胜负 所以说我们 坚定了在这个 等他 不必在左车进行键仓啊 在这个右侧等他突破 或者是跌破关键的一个位置之后 在进行操作 那时候啊 你做合约的单子的话啊 会持续进行盈利啊 是吧 可能10单里面能够去赚9单是吧 目前的话在这种震荡的行情里面的话 你做10单啊 可能啊 你中一半了 就觉得已经是非常幸运了是吧 单啊 这种单子你看这位置震荡 一路是在这位置上下几百点 不好操作是吧 我帮我抓住那些大级别的一些 优势啊 大级别的一些赚钱的一些空间啊 而且大级别里面的话 还可以去加仓去赚钱啊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能够在这个市场当中 持续盈利的一个关键点 那今天的一个内容的话 我先分享到这里啊 大家还没去注册的话 赶紧去注册啊 去加入狼眼的一个铁粉社群 那加入狼眼的铁粉社群之后啊 你就有机会去 加入狼眼的一个VIP社群 好我们今天的内容 先分享到这里 大家每点关注点 关注点的关注的话 请分享给大家好朋友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